上届精英杯冠軍標準流浪今天在酒店舉行記者招待會 會上他們公布今季將會繼續為球團培訓新血 以年輕球員為骨幹 我們一起看看 除了之前已經公布了會加盟的球員之外 標準流浪今天也公布曾經效力過大阪飛腳的日本球員 姦沼俊再都會加盟 他曾經來過香港踢過東亞運的比賽 除了他之外 其他新加盟的球員都是以年輕球員為主 一起聽聽球會主席莫文韜先生 為何會有重用年輕球員的想法 其實我們要重點給這些球員上場 希望他們真正可以體驗到更加強度的比賽 還有每一季都希望培訓到一些更好的球員 為香港帶出更多好的足球員 說到年輕球員 又怎可以不提上季已經試過在竹種杯入球的里程 不知道今季他又有甚麼目標呢? 其實上季那兩球覺得自己是有點僥倖 還有可能未踢得很好 可能只是入了球但未踢得好 希望可以在流浪那裡不斷進步 還有現在在流浪兩個月都進步了很多 其實自己打甚麼都沒有所謂 最重要是幫到流浪 除了年輕球員之外 今季獲提升為隊長之一的劉志樂 就講到對球會和對一群年輕球員的期望了 今季很多年輕球員新加入 在練球上或者有時在比賽上 是需要多點提點他們怎樣做 又或者有時犯了錯 是應該怎樣去立即補救 要這些要去提點他們 因為年輕球員有錯不是一定的 因為我自己都經歷過 我自己都年輕過 今季期望 希望球隊踢出來的風格 給人的感覺是很有活力 很有新鮮感的一隊球 以往我們這幾年可能夾開 有個踢法 大家都很習慣 希望現在一出來 感覺是大家有新鮮感 覺得這隊球很活力 希望年輕球員把握到機會 因為今季一定有很多機會給他們 因為球隊換了很多人 希望他們有進步 或者有人可以進入香港隊 台大立場 空間